你好 你好 你叫肖赫云 对 你好 电话是你打的 你叫 我是李世奇 我正在等你们 我是市局行政支队的副队长张成 这是我的同事小江 你好 你好 好 请 这边 杜军 文大大 感谢你们这期配合啊 坐 大两杯水 好 坐这儿 感谢你们啊 跑到公安局来 配合我们调查这起公交车的爆炸案 希望你们两个能仔细回忆起 在公交车上看到的 听到的所有的一切 事无巨细 越详细越好 谢谢 我们本身是约好了坐车去市里 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 就提前下车了 我们看见那个爆炸的新闻 发现就是我们坐的那辆公交 都想着有什么需要配合的 跟你们联系一下 为什么呀 为什么提前下车 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港湖新村站的时候 发现上了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女子 就挺害怕的 怎么个精神不太正常 就是她坐下以后掏出了一把刀 都一直跟那儿嘟嘟囔囔的 神神叨叨的感觉 人家不知道自言自语的些什么 我挺害怕的就叫她下车 掏出一把刀 什么样的刀 就是 大概 这么长吧 少了 就是一把匕首 其实 那个人自言自语的话是特别吓人的 他说 全都炸死 一个都不留 一点四十五分 全部陪葬 不行 这肯定不行 说得这么明确 反而会被怀疑口供的意图 还是要含糊一些 不能含糊 既然我们是想要压缩警方的破案时间 那肯定要给出明确的线索呀 我们都很清楚他们有多警觉 如果被怀疑的话 那反而更被动 还是听我们吧 这么明确的自言自语 只有你们听到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俩都听得清清楚楚 那其他的乘客 也一定听到了 他们是什么反应啊 我 我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听见 但是 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那个车的噪声特别大 我们是离得最近的 再加上我们一直关注那个刀 可能真的就我们听见了吧 对 有点 然后呢 接着说 然后我们就下车了 对 你觉得还挺危险的 就下车了 这个女的在赶雍新村上的车 她的穿着打扮 体貌特征 你们还有印象吗 她穿了一身灰色的套装 然后很瘦啊 还带着一个 红色的塑料袋里面 装了一个好像是高压锅 是她吗 对对对 就是她 其实 我最终决定下车 就是因为这个高压锅 为什么 那高压锅怎么了 因为那个女的一上车 我就闻到一种 特别奇怪的味道 但我说不上来 好像是 什么化学药品 这点我连我男朋友也没有说 我怕他觉得我是阴谋论 但是爆炸已经报道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那个高压锅真的有问题 你们得查一下 好 和这个女的一起 在港湖青森上车 还有一个男的 你们俩有印象吗 有 他们俩上车之后 有过什么交流啊 没有 他们不认识 不不不 我们也是猜的 因为他们俩没坐一起 所以 对 好 这么确定 那这个女的 跟其他的乘客有没有交流 其他人 您是怀疑这车上有他的仇人啊 还是 仇人是一种可能 共犯是另一种可能 我们都需要去甄别 这么说我好像 记得他上车的时候 跟司机说了话 对吧 对 说的那个话还挺奇怪的 说要同归于尽 我想起来了 他好像叫那个人 叫 叫什么 王 王什么德 王兴德 对 好 好像是 王兴德 杜菊 很极客地说 确实在车上发现 类似高压锅杂流吗 你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只是 莫棱两可的提供线索 那警察之后会怎么安排我们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拿不到 任何的信息了 如果我们只是 作为目击者的话 那警察肯定不会 跟我们透露办案进程吧 而且我们现在 也没有办法确定 他们什么时候 会公布案情 万一 我们熬不到真相大白的 那一刻 等进入下一次循环的时候 一切洗牌重新开始 我们不就 又原地打转了吗 我明白了 只要尽可能待在公安局 就有机会获得更多线索 没错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不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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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机会 不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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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Х大交 保管 还不喻 我们的文化记录 他俩还继续留在队里啊 他们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这俩小崽子在钓鱼 虽然提供的线索确实有效 但是引导得太明显了 现在还不太清楚 他们俩的真实意图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 一会儿我陪他们俩再聊聊 这样 对外这些信息我来抓 你们就好好摸一摸 这两人的真实意图 这是四十五路公交车的分布图 能不能凭你的记忆 把乘客坐的位置给我标注出来 应该可以 来 哦 虽然 车的前部有两个人 这儿站着一个男性